炙热赌徒春金寺好与连载 陆子云一遭遇鬼门关 春金寺成功夺取一百七分 拼电十面回忧进化胜利在望 关系内容依旧是非常精彩 钢子废话不多说 继续书见上回 春金寺及时就场保住了 熊猫胖达的性命 随之而来与战斗狂漠陆子云一 展开激战 在领域buff的价值下 春金寺可谓真的是 欲强则强 不了道高一筹 这魔高一让啊 昌年的战斗经验 那此刻迅猫的电流 不断在春金寺的脑海中 回旋炸裂 死亡的念头不禁有污染而生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春金寺再次的绝处逢生 在大奖buff的加持下 源源不断的咒力输出 以及修补大脑 同时春金寺一高人胆大 利用鼻孔枪陆子云的咒力 强行的排出体外 刚才我看到这 真的要说一句 Oh my God了 那春金寺成功的 在死亡的边缘拉回来了 随着领域BGM的响动 春金寺完美复活 但春金寺的大奖维持时间 仅剩了8秒 春金寺赶忙的回调状态 最后朝着陆子云一 发动了猛烈反击 精力所望的春金寺 状态更上一层楼 竟然强势压制住了陆子云一 金刚罗汉拳 急凤凌云梯 一套格斗技 就已将陆子云一 打得内脚一个节节败退 可万万没想到 这是陆子云一的计中计 下一次的反击之下 陆子云一是故意的 降低了防守姿态 时之暗中利用 散落在一旁的雷棍 偷偷积攒电荷能量 与此同时 细数春金寺大奖 buff的结束时间 雷棍身上充盈的 电荷能量 以蓄能完毕的同时 也恰巧春金寺的buff 进入了结束的倒数时刻 陆子云一利用 昼树特性能力 回收积攒的电荷能量 以雷电之力覆盖右臂 电光火石之间 朝着春金寺的左腹部发动 雷霆爆裂突刺 在闪电的轰鸣声下 春金寺的左腹部 被炸裂撕碎 刚从死亡的边缘 回来的春金寺 再度的命悬一线 此刻的陆子云一 冷酷桀骜的 看着自己的杰作 就等春金寺 自行的失血而亡 可是咱们的春学长 是一般人嘛 那可是能比肩 五条五和一骨的人呢 拖着残缺的身躯 春金寺拼死一搏 发动新一轮的 作杀搏图领域 面对领域的开展 陆子云一认为 只是春金寺的垂死挣扎 因为现在领域效果下的 春不是雀变状态 而是时短状态 这个状态下的 抽奖速度会大大提升 可抽奖的概率 却是239分之一 那春金寺无疑 就是等死阶段了 只听卡牌列车 疯狂转动的声响 春金寺的命运的齿轮 将豪赌于此 此时此刻 三张相投的卡牌 赫然树立春金寺 成功地抽中了 突发大奖 不得不说春学长 这运气超神了 赶紧去买彩票吧 这着实震惊刚左一脸啊 那陆紫云也跟刚左一样 彻底给惊呆了 概率这么低的情况下 竟然给他赌赢了 伴随着金色光芒的笼罩 春金寺获得大奖的buff加持 身上的大骷髅 也迅速地恢复自愈 满状态春金寺 二次上线 恢复过来的春金寺 也是大为赞叹 陆紫云一的强大 将让自己一天内 经历了两次冰死禁地 那么根据死亡增强论 春金寺在第二次死亡的状态下 刺激了自己的战斗之伤 终于想到了对付 陆紫云一的方法 那就是以水聚电 考虑到陆紫云一 雷电骤力特性 只要将其转移至大海 根据物理学 水能通电的原理 陆紫云一已泡进海水中 要么任由骤力外流 释放直到彻底排空 要么在上岸之前 完全不使用骤力 但无疑都是死路一条 随着领域结界的转斗 春金寺将二的位置 变换到了大海上方 春金寺严醋的顺利 即将在望 千算万算 却算落了 这可是在节节之内 岸上有骤力无数 那海上更是骤力遍布 二人掉落的瞬间 大海上凸现 树枝奇形怪状的骤力 而陆紫云一抓住机会 准备借助骤力 当落脚点上岸 可春金寺哪能任由你得意 但随着阵阵风鸣声响 春金寺快速释放骤力 将海上骤力 清除殆尽 借助骤力的残河掩盖 春金寺也是迅猛 来到了陆紫云的身边 没等陆紫云一 回收回自己身上的骤力 春金寺直接一记 穿云脚 结实地将陆紫云一 踢入了海水之中 而春金寺 借由飞天骤力 滞留半空凝视 陆紫云一死亡的一刻 这场战斗 难道就此告一段落了吗 加入海中的陆紫云一 紧忙地指出骤力外泄 就在刚才抵御 春金寺的踢击 陆紫云一无奈地 使用了骤力防御 导致此时的他 骤力不断外泄体外 猛烈的雷电之力 肆意地漫步海水之中 无数鱼群 被这猛烈的雷霆骤力击杀 春金寺眼瞿着胜利即将在望 突然海水里冒出了 阵阵恶臭气味 半空中的春金寺 更是闻到气味之后 逐渐感知乏力 掉入海中 好家伙 这是陆紫云一的手段啊 掉入海中的陆紫云一 集中生智 想起了对付反转术师的第二个方法 那就是毒物 因为反转术师解毒 需要极高难度的奏力操控 即使是春金寺的大奖buff再强 也来不及快速解毒 而电解水 真正可以产生毒性气体率 在陆奇的毒性下 春金寺自然是上失了战斗能力 看着昏迷坠落海底的春金寺 陆紫云一不由赞叹春金寺的绝佳实力 这场战斗 着实让自己感受到了极致的快感 好家伙 你们俩可真玩物理化是吧 看来咱就说 众术对抗没点学识啊 还真就活不过一劫 OK言归正传 正当陆紫云一为战斗结束之时 春金寺的卡兹兰大眼一针 对着陆紫云一上去就是一记大铁拳 随后再来了一个出玩云腿 春金寺的诈尸 打了陆紫云一一个措手不及 要说陆紫云一 还是小看了这个大奖buff 全自动无限反转术师效果 竟然连毒也能快速化解 在这状态下的春金寺 真就是个不死之身啊 但即使如此 陆紫云一依旧是保持着冷静的头脑 因为他已经算到 春金寺这轮的大奖buff 维持时间 还有五秒结束 挺住五秒后 就能绝地反击 面对大奖维持时间结束 破在没击 春金寺也是赶紧借助 海里优势反击陆紫云一 而此刻陆紫云一决定放手一搏 以前他飞升扣住了春金寺的左臂 最后全力释放自己的雷霆咒力 看那之间 两股剧烈的咒力对抗 再度迸发强劲能量 二人都施展去全身咒力 紫电冲销爆破水迹 海上掀起了滔天海浪 此时岸上的熊猫胖达 恢复了咒骸躯体 默默凝视着最后的对决 啊 迷你版的胖达 也太可爱了吧 那一旁的胖达看着这巨型海浪 不禁担心趁金寺的生命安危 这使一只断手 乍然出现在了胖达面前 难道是趁金寺的 海浪渐渐趋于平缓 这时陆紫云一完好无损地 从海里爬回了岸上 刚刚的爆炸攻击 已然让陆紫云一耗尽了全部咒力 精疲力竭的他看着断手 微笑着宣告着自己的胜利 但是咱九叔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要出现了 只听碰的一声 趁金寺帅气登场 最后一气钢筋铁拳 重期陆紫云一脑地不斜 原来刚刚陆紫云一 全力释放咒力 引起了水蒸气爆炸 并且为了不让趁金寺 释放领域躲避爆炸 特意的就抱住了趁金寺的右臂 以此舍身攻击 而趁金寺呢 果断使自行断臂 将断臂结成束缚 将原本保护左臂的咒力 转移到了其他部位 因此成功抵抗了爆炸的威力 不得不说趁金寺真难忍 三岛在地的陆紫云一 甚至这场战斗是他输了 随后是以趁金寺 痛快地了结自己 或许是强者之间的心心相惜 趁金寺竟然决定放过陆紫云一 原来趁金寺是认为 自己有点胜之不武 在刚刚的大战之中 他察觉到了陆紫云一 从始至终都没有使用术士 但凭咒力特性与格斗技 就打得自己两次冰死 可见陆紫云一依旧是留有底牌 这样的对手值得自己尊重 那么面对趁金寺的坦率发言 陆紫云一呢 也是逐渐地放下了戒备 直言自己确实留有底牌 不过自己并不是特意不用术士 而是自己的术士只能用一次 因此他更希望是将这招 留给最强的宿罗 二人简单的交谈之下 开始兵事前嫌 趁金寺更是提出 与陆紫云一做个交易 这是什么交易吗 二人进行了这个加密通话 谁也不知道 这次熊猫胖大来到了 趁金寺的身边 不料趁金寺宣布陆紫云一 暂时撑了自己的伙伴 这可把咱们的胖达吓得够呛啊 毕竟这可是刚刚把自己 打得半死的敌人呢 那战斗结束后的趁金寺 可能想找点乐子 来到不远处的漫画家查理 要点漫画看看 这时熊猫桃火速感到 会无趁金寺 然而他这一趟呢 并不是虚旧 而是传达重要信息 原本制定平定死灭回忧的计划中 有四条追加规则计划 按顺序去追加 先制定得分可以转让 再花费100分 可以安排替身 脱离死灭回忧 其次解除结界对信号的阻断 最后制定可以让勇者 自由的出入结界 如今熊猫桃通知 趁金寺把顺序第三的 解除信号阻断计划 搁置眼后 把最后一条提前决定 别人是让更多的人 进入结界救助 那第三条可以借由 咪咪姐弟乌鸦通讯 解决信号阻断的问题 与此同时 二代天语暴君珍惜 顺利的进入了 死灭回忧结界 正式参战 看来京都校的兄弟们 纷纷都加入到了 幽人扶黑队伍 营救五条五拼定 死灭回忧 胜利在望啊 那崛起后的珍惜 将会带来 怎么样的精彩的战斗呢 且听告诉我 下回分解